大家好,我們最近在香港場內的朋友都在研究一模很深的學問 很多朋友都很有興趣,大家都是用求學精神去知知不倦學習 有幾個網友都提過一個案例,叫做瑞幸咖啡 裡面好像是這一行其中一個很經典的教材 當然我不是一番出身的,是金融財經這些,蕭先生、建進江湖這些案例 剛才我們進入了這個時間 特別說瑞幸咖啡這個案例,給我們什麼參考價值呢? 不如先跟我們重溫一下,發生過什麼事 瑞幸咖啡這壹事,其實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瑞幸那些人自己想出來 還是有人教他? 因為其實是很經典的個案,很典型的個案是什麼呢? 講一下就是復數 因為上市基本上算你的市值,即是給你錢,雜資的市值是怎麼來的呢? 如果你要零售、賣咖啡等來計算的話,你當參考Starbucks也好 最簡單的就是銷售額來計算的 利潤很難說,我還在擴張著,我還要投資 於是賺錢就投入去再擴張 所以有很多時候的所謂快速增長的零售股呢 大家不是那麼計較你bottom line的所謂profit賺多少錢或剩多少現金 反而大家就會很緊張擴展的速度、增長速度和我們的top line 即你的銷售額是多少? 通常那些外國賣貨就講一個很簡單的邏輯而已 什麼都不懂的話,我就買個龍頭,即是行頭最大那件 買下去,就很少會錯的 因為怎樣都好,你怎樣大執位,大洗牌 永遠都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winners takes all 所以只要你做到行頭最大或者勁大那個的話,就too big to fail 通常那些神話就是這樣來的,瑞幸這件事很明顯是跟蹤這些氣喬去排戲、做戲和交戲 所以瑞幸上市的時候就號稱全世界最大的咖啡零售網絡,比starbucks還大 的確有這麼多人口的國家 一人喝杯咖啡都會發達,經常都是這樣說的,一人賺一元就發達 那麼他怎樣做得到這件事呢,就是我薄利多銷 有噱頭,有明星加持,網絡做得很大 甚至除了自己營運的店舖之外 又收到很多加盟店,因為你有品牌效應嘛 就像麥多勞一樣,我不懂做咖啡的,我又不懂賣無包 那你有品牌,有系統,有人員,有設備,有貨,諸如此類 那我就給加盟費,然後做加盟店做生意 所以上咖啡很短時間之後膨脹得很大 然後就去了當時最當時得令美國的市場上市 集資集了很多,回來就很開心 但是很typical的一件事,所以有一個棚,因為棚這件事稍後都要跟你詳細分析 棚永遠都是一個臨時建築來的 臨時建築可能是借力呀,或者是槓桿呀 令到某些東西可以真的砌出來 之後棚可能會不見了,很正常的 問題就是棚搭到這麼大 你砌出來的建築物是不是也是這麼大呢 這就出了一個大問題,後來一嘗試沒多久就業績插水 業績插水之後呢,當然是審計師入場去問發生什麼事 一查一條數出來 就將要獲射給其中一個財務人員 就說這個財務總監做假數 你整個董事公不知道嗎?財務總監做假數 是捉到它那個銷售額不知好像大了三倍或四倍 起碼雙倍,起碼雙倍的銷售額 集資額或市值當然是厲害的 那為什麼可以撞到這麼大的數目出來呢 原因就是大到不能輸 因為你本身的規模已經大 你再撞大一點,不會有人覺得 那個很過癮的關鍵在這邊呢 其實先前已經出過類似的事 我跟你說過 就是另一個賣鞋的公司 紅糧國際來香港上市 就不去美國上市 都是出了類似的情況 就是它原本是賣給Nike 賣給李寧 那些名牌的賣鞋的公司 真生意來的 但是它為了上市做好盤數 它又捉大了法水 折到很大塊,起碼兩三倍 同樣道理 因為它那個零售網點有很多 銷售的批發網點有很多 你很難一時間 檢查所有的數目是真的假的 所以核數師通常有一個 折衷的方案 一般監獄所都接受的 瑞幸咖啡也接受了這件事 當時這個監管機構 你抽樣 也就是說如果有條數上來 那我審計師覺得沒有問題 那你嘗試保證人 或者律師團隊要做什麼呢 就去 擦拭你的業務是真的 例如說過萬間門店的 難道逐間去看嗎 沒可能 那就變成會抽樣 隨機抽樣 照計你都沒得假 我閉上眼 扔飛錶 你中了這個 這個號碼 我就是看門店有營運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些突擊檢查 通常都會產到東西出來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神奇呢 瑞幸這幫傢伙 就可以做到門天過海 滴水不流 上市前所有的 盡職調查也好 怎樣都沒有辦法 檢查到他造假的數目 可以做到那麼大 上市之後 真的交不到數目 那怎麼辦呢 隨便跟著就被人掩盪 然後唯有和盤供出 那你隔了數目之後 發覺原來真實的盈利 或者營銷額 只是只有他原本 可能一半都不夠 這樣來踢爆 所以套用你的術語 搭棚的話 你的棚搭到很大 可能搭了一個 十層樓那麼高的棚 但是你只建了三層樓 那麼高的建築物交貨 你拆了棚之後 就可以找三層樓 稅行的case經典是什麼家科呢 他不是完全假的 這不是完全假的 那三層樓 後來他就降格去了這個案 由這個OTC 一直去到pinksheet 然後他憑他自己 盛餘下來的真業務 真的交到真條數之後 又慢慢升上他這個NASDAQ 也看得到美國的處理方法 他知道你有機會會假 但他不是想你死 只要你加一些真的東西出來 他只要讓你做生意 這個case就是這樣 白鵬交貨的關係 他最初怎樣 將那個營業架去吹 關鍵是怎樣做的 就是出假數而已 例如說他有一萬間門店 可能五千間加盟 三千間自己 他就說銷售了某些東西 放了咖啡 OK很簡單 總之我有入章說 這間門店賣了一千杯咖啡一天 那我當然要入章 一千的營業收入 那你照幾個銀行單據就看到的 然後是要找數的 一千杯咖啡有成本的 我們買咖啡粉 或者其他請人做事 諸如此類 那你成本就照出 扣了這個數 很明顯 當時的做法 那個所謂出股 那個財務總監是如何呢 就是說 兩條數都相對對倒 但是是假的 一筆錢又轉十次 一筆錢轉十次 我就當你做了十宗生意 我原本只是買一杯咖啡 我就用一杯咖啡的成本 找來供應出一杯咖啡的數 那問題就是 我一杯咖啡 兌一杯咖啡 這個數目就這樣兌 比方上有一筆錢會過的嘛 是不是 我知道他成大 他十次不停地 變得好像很多生意 但是其實都是這樣的錢 去到最後 你就無法合作 你沒有盈利 沒有現金盈餘的嘛 所以在這一類的操作裡面 其實要多少人 合作才可以做到的 不是一兩個 一個半個 是不是應該叫整間公司 都應該私情 所以為什麼說 你不動他的董事 就很奇怪 一件事 這麼大規模造假 有什麼可能你會不知道 就是你沒有探過你的客戶 沒有看過你的門店 沒有可能 起碼你銀行都不可以 說不知道 你拿來去多少錢 大佬 你轉了10千 他11千 不會的 所以其實照計 的人會合不了數 審計就肯定 打手板 有什麼可能 可以轉那麼多 所以變成就是 好像你說的 任何 答彭 老實 不論真假 任何答彭 好像你說的 你總的一大班工程 才跟工友會在場的 到底是答真的 假的東西 你沒有理由 完全不知道 正如剛才說的 彭這件事 是過度性質的東西 你可以說是虛 但是它是一個工具來的 你建橋 竹路 建樓 你先搭一個棚 這是真的 你搭一個棚之後 你放多少資料 做多少真實的建築物 交出來給你 這個視乎你良心的了 你可以搭一個很大的棚 但是交很小的房子 這個就是 水份 所以你說會不會 完全沒有 所謂這些 操作的 又很難的 說真的 我自己搞不了上市 都是啦 不要說是假的 但是起碼你包裝 宣傳 借用明星效應 拿你的知名度 所謂你所說的 social capital goodwill 之類的 有虛的東西 加起來 令到你那件事 所謂事半公佩 所以這個彭 包括借力在內 你借了名譽回來的話 就是所謂得度多了 自然有些人 熱心人會幫你手 所以你可以發覺 瑞幸咖啡 甚至用了一個 很一線的明星 代言人 令到大家都信 他真是真材實料 那這些事 其實是無可避免的 所以在這個case入面 他那時就說 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咖啡公司 然後有那個Stardbuck 其實 整個操作上面 你覺得那個 真假的比例 多少才叫合適呢 你說借力打力 你也要合適一個比例 譬如說 這個人幫我站台 然後跟他很熟 然後 10年前做這件事 諸如此類 那這些虛實 有沒有一個行規之類 比較合理的比例 難的 為什麼呢 有時候真是全負一心 稅行也還有少許真 但我先前給你一個更誇張的case 就是紐約那個人的馬多夫 歷史上最大的騙子 他不單止是金額大 幾百億美金不見了 還要是作案時間特別長的 幾十年持續作案 而且最精彩的就是 他裏面是一點真的事都沒有的 這樣才絕 你明白嗎 他的鵬就叫做 龐之騙局 金字塔銷售 其實他不是真的有利潤在 他最先 最先搭起了那個所謂的鵬 例如說他的知名度 有光環 有人認可 交一些數 給人看 有表現 就整個所謂投資公司出來 然後就吸引投資者給他 其實他不是真的賺到錢 他不是真的去投資 他是拿後來的投資 去找給先前投資 那邊有當利潤 例如說他很保守地 每年派8% 7%的利潤 其實只要新增加進來的 投資者的錢 多過8% 他就可以這樣派了 剩下的就自己待了 而最精彩的 馬多夫這傢伙 他真的是 連小小真的交易都沒有 他在紐約幾層辦公室裏面 主要的業務就是造假 引起打假是單句 告訴客戶知道你有交易 全部都是假的 幾十年來居然沒有人發覺 證監都沒有人揭曝他 甚至他的光環 好像你先說到 social capital 光環大到如何呢 經歷了很多次金融風暴之後 人人都爆他沒有爆到 反而他沒有爆 因為他是假的 假的東西不會爆的 這個Message 我想要提醒大家 有些東西是假 假到百分百是假 所以真的出現金融風暴的時候 反而他沒事 大家想像不到 這麼吊詭的一件事 但是他就是這樣 他經歷了很多次金融風暴 直到08年那次金融風暴 直到那時候 因為太大 大到你沒有辦法再撐下去 新增投資者 無論如何扔錢進來 他都不夠派 然後如果本金都拿回 就不是只拿利潤 於是那個彭就倒了 一倒下來才知道 完全真空 才令人害怕 Social capital包括了甚麼加科 他是試過有連續三屆 連任這個 納斯達克交易所主席的 美國證監會他是顧問來的 有很多上市規則 他有份幫手給意見寫的 你想想多諷刺 就是有一個騙子的精英 教你美國的監管機構 怎樣去監管騙子 我想都很有代表性 問題是他自己就是最大的騙子 所以你要假到這樣的程度 很少見 你說稅行一個 個案呢 其實個案多得不得了 所以你不能夠說最誇張的是甚麼加科 只有更誇張 不會最誇張 剛才你說的 那個手法就好像我們某些朋友借錢的 那個 scheme 就是永遠本身來的 蓋子錢那些 然後還回 最初那批 但是 我聽到那個問題 其實做生意多了一點 都會有水份 因為 本身就是要有槓桿的 正常 你會教過槓桿大概多少是合理 就是你 增加比重多少 大家不會覺得太過份 就是你有做過一下 然後你吹大了 那你行規都叫做可以接受 當然如果不犯法的話 但是這個數字有沒有可以計算 以前讀書好像有個不知道 你過了甚麼是高危的 就是有沒有覺得我們 那怎樣去 去考慮呢 其實有一件事 又真是 很客觀跟大家說 是怨者上吊 不好意思 真的這麼說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好像你說的 現在有某個所謂的比例 就是地心吸力 是甚麼加科呢 就是你總會那個股票 或者你那個業務的估值 或者你那個人的估值 是一個倍數的 例如說 你有本事賺到錢 那你有20年的 經濟壽命去賺錢 那大家給到盡 你的估值都是20倍的 是不是 就是說 我可以賺20年錢 你的生意 或者你的人值多少錢 就是20年的收入 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所以 一個最簡單的邏輯是甚麼加科 就是如果你那個盈利比例 P.E. Profit Earning Ratio 是高到離譜 的話 大家應該要開始懷疑的 也就是說 你明明賺不到那麼多錢的 大家為何會 猜你值那麼多錢 先看看 這件事的搭棚技巧 這件事 就很講究了 為甚麼 因為這些是表面上 都看得到的東西 看得到 你還是相信的 有些騙子很高明 有些人很蠢 或者騙局 大家都會覺得 約定續成不誇張 所以有些股票 例如說 30倍 P.E. 40倍 P.E. 甚至很瘋 70倍 P.E. 但屬於甚麼東西呢 例如 高科技的公司 不是假的 為甚麼呢 因為高科技高風險 他隨時可能甚麼都沒有 也就是他未曾見到利潤之前 你唯有 相信 他有個夢想 這又是你先前說過的 大家為甚麼會相信這種光環 也就是說 我要給你一個夢想 夢想價 萬一我的科技 萬一我的業務 真的可以交討出來的話 我將來的利潤可以很大 於是你又唯有給我將來的價值給我 我現在沒事的 你給我將來的價值 我就是夢想價 夢想價的比例 現實差多遠呢 可能是20倍 可能是30倍 甚至有些這樣的科技公司 沒有盈利的 講得難聽 也無限大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會不會是真的假呢 不敢說 不敢說為甚麼呢 馬斯克那輛電動車 未曾真是落地之前 人家一樣炒到七彩 結果他交到貨 OK 那你蘋果又算不算呢 其他的科技公司 先前你Facebook又算不算 所以你說真與假 有時候是說 原者可以 信者可以救 他最後可能真的交到貨 由假變真 由假變真 你又很難預計這件事 對不對 即是說說是假的 到最後變成真的 你鬼知 所以變成有時候 我又不怪得那些受害人 老實說 你相信夢想 可能告訴你 有夢想的 那些人本身都是在做夢的 可能原本不是黃子 只是青蛙 你覺得親他 但會變成黃子 沒有說話可說 那他也相信是真 所以真與假 有時候這個世界 你真的不到最後 水落石出的那一刻 你真是很難知 但是航規有沒有一個說法呢 比如用剛才你講的 Elon Musk做例子 現在新的那些律師 他都好像很均真 如果無法送付 你一個先都不用給我 但是如果搞定的話 他要佔一個天價 但是那時候 已經賺到錢了 大家都開心了 那是不是比較負責任 不是 你一度 講夢想 一度出錢給自己 出一個天價 那什麼都無法送付 你自己都賺了一大救 那是不是 有什麼這樣的說法 是前者比較ethical 所謂一個安全的玩法 絕對 有些真的無所謂 那些風險基金 他預了會蝕的 蝕給你正常 有些真的這樣想 通常那個玩法 是如何呢 行內的做法 就是有條件 我叫對賭 對賭是一個很負面的說法 但事實上有很多事情要這樣做 例如他給錢給你 發展業務 但是可能有一個 債的形式給你 如果你成功 這個債就轉成股 債轉股 那我就不用你還債 你給股票就可以了 那你債轉股 有一個很合理的對賭 就是因為如果你不成功 你要還錢 那風險就是 如果真的 沒有錢還 那你怎麼辦呢 唯有遠賭復甦 賭起來 兩邊都有風險的 你會落著 你會落著 會賭 好 賭他贏 還是賭他輸 那你的保險給你多少 自己呢 就等於要講完數 這件事 所以對賭 都 是防止踏棚的技巧 如果你踏了十層樓的棚 你只能加了三層樓的貨給我 那七層樓的錢 你還給我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 各思各法 八千國海 各有方法 所以你覺得 這個 Goodwill Intangible Asset 等等 例如一個 王子的名字 值錢就是值錢 這件事 因為大家是假定了 你可能 represent 那個皇室 而那個皇室是超有錢的 就算你一毫子都不拿出來 但王子的名字 擺下來 可能古籍都已經是 可以估一個天價了 這個就是 是不是那個計算方式 是 所以為什麼他們很難用 量化這件事 等於說 不是說騙子 經常有這種情況出現的嘛 你只想想 一個人是明星的 他刺鼻歌說吃頓飯會結帳 一個人是三九不認識的 他不結帳 你就說吃八王化了 所以你那個名譽 值錢在於人家會信一個夢想 你那麼有面子 你不會那麼少錢 騙我而已 你明白嗎 有些說 拍了心口 我是這個善良的政客 你沒理由不信我 經常會出現這些東西 你的intangible asset 尤其是你那個 社會信義 或者社會地位 或者令人 相信某種社會地位 本身其實也是一個 很大的槓桿來的 就是李嘉誠的兒子 不是李嘉誠的兒子 銀行對你的態度 都差很遠 大家另教過 都知道這件事 所以用回剛才的比喻 去到這次的杜伯王子的案例 香港 你覺得 有沒有任何 就是叫做 欺騙的成份 因為他說到沒有騙過香港一毫子 那麼技術當然沒有 但是 你來香港做這件事 就是香港有好望 以前 所以 會不會把沒有的以前 累積所有的好望 洗走 這也是令到 曾經有好望的地方 虧了很多 這些不是叫做滾爆卡 我剛才說是滾卡 利用人家的善良 相信你 而給了某些東西 是沒有的 那就滾了卡 你朋友之間的 叫人情卡 這些都是人情卡 問題就是香港以前 有所謂reputation 跟規矩做事 大家會相信你的 現在跟規矩做事 都未必是真的 那你怎麼搞呢 有時候跟規矩做出來 都可能是真搞莫辯的 變成這件事 令到你的可信程度 降低了 將來你再拿著香港 躲出街的時候 人家就會有保留 之前就可能沒有保留信 信你八成也好 你給一點點 訂金我也相信你 可能訂金也不用付 現在就麻煩你貨銀兩揭 你交了貨 我才給貨 你交了錢 我才給貨 變成 直接影響到你的信譽 也是你的融通的能力 也好像 小超人所說 你是否做到金融中心 你的信譽其實是很重要的 這裏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所以用這個案例根據當事人 當事人旁邊的人 就是這樣說 他沒有騙過你香港 他如果拿不到錢出來 是杜拜自己蒙收 即是會影響那邊的 goodwill 不是影響那邊 但是 真的可以這樣算嗎 兩邊都有影響的 第一關不關杜拜事先 這個很大的question mark 杜拜未讓你認數 他即是說了 這位人輕 是貨真價實的 皇室家族成員 Tool stop就是這樣 沒有說其他 沒有qualifying factor 沒有說有沒有錢 我們行頭裏面 你最不信人的話 起碼銀行會出的 letter of credit worthiness 也好 信用證明 銀行會人多 也好 什麼都沒有 在這個情況下 你只拿了一件事 就愛杜拜王子 ok fine 我還可以信你 香港這邊 信譽受影響的什麼家科 人家不相信 香港這邊的人 判斷能力 你的判斷能力去了哪裡 你不要說騙徒 本身損害自己的信譽 才算 騙徒可以是沒有信譽的 我不是說王子是騙你 我不是說有還是沒有 我不是說兩邊的受害人 被人騙了有受損 受損了什麼 別人以後就會懷疑你的判斷能力 這樣也搞不清楚 好像你上次提過 說你那個榮譽教授的賭 是不是不是錢 你一毛錢都沒有拿 問題是以後你再頒 榮譽教授的名字 大家就可能鼻子側刺了 兩個很不同的scenario 也就是說你沒有做過把關工作 你沒有做過DD 你就隨便接受了這個是上賓 還帶他到處走 還給他一個饅頭 據報 以我所知 有些科技公司或者風頭公司 真的簽了合作意向書 等著他給錢 喂大哥 人家那幫傢伙現在被董事講 肯定散到立立令啊大哥 你簽了那些東西回來 你先看他們什麼背景 所以這些所謂商業上的合作 也有一定程度的盡職工作要做 就是說 人家的棚將來交什麼出來是一回事 如果你連鵬那些繩都紮得不穩 你都不知道的 一間雜鵬公司是沒見過的 那你為什麼會跟他簽個合約 繼續合作呢 那你都壓了自己的信譽上去 所以其實在你的行頭裏 做這個Due Diligence 那個 幫到件事的 比如說 有個很有信譽的公司 是做了這一部分的 跟著他罵過的東西 你可以隨便inflate 因為起碼你不會出事的 就是這件事 有沒有計算值多少錢 其實很難說值多少錢 但事實上的確有很多 有信譽的公司被人利用了 這個也是真的 正如剛才所說的 馬多夫在紐約的時候 證監都不動他 證監自己是蒙羞的 他要檢討一下這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 香港這邊最新的情況是如何呢 恆大案件 都是最新發展 許家印自己鬼魄後面認了他 詐騙 這才糟糕啊 如果你不認詐騙 大家算不上數 追查不到的 最多就是 做得不好 打手掌 但是如果當事人自己認了詐騙 你的審計 你的律師 你這些盡職調查 那班人 居 有騙子在 你照簽 審計 審計報告的 你的審計師隨時 會被人告的 所以會不會值多少錢呢 你可以說值很多錢都可以 你的棚無限大的 你的槓桿到無限大 視乎有多大膽量 反正你沒有地心及力的 問題就是 如果你保守一點 就像剛才所說的 我弄了一個新的科技出來 你相信我 相信你多少 對賭 好不好對賭 十倍 比論訊 所以變了有時 這些事情 就是大家 真的要有少少 商業上的理性 正在限制著 有很多東西 是too good to be true的 先前你都說了 習慣危機 家族辦公室 怎會大挪大鼓的 通常是不想人家知道的 我真的有朋友 認識了幾十年 他自己就是 的孫長子 自己都有家族辦公室 你真是外人 未見過他裡面 那些人怎麼操作 他都不會大張旗鼓 說有家族辦公室 你不會知道 問題就是 的確你有錢 那些人 all money 尤其是 很懂得保守自己的東西 你不會讓你看到的 所以變成了 他最主要的目的 家族辦公室 不是要賺錢 很多人都留意這一下 家族辦公室 最主要的使命 是保存 你的家族 財富的安全 所以賺多少錢 反而是其次 安全才是最重要 很少可以大挪大鼓的 以前那些 傳統精英 或者是 大世家那些 是會搭 叮叮電車 然後還很執著 是否有老人優惠 那類人 通常是跟剛好調相反的 但是 我再問一個最後一個問題 這次的個案 如果客觀效果是 摧毀了香港的信譽 不是單一個案 很多個案 都是這樣 那是否代表這個地方 以後就不會再興起 蓬佩的搭鵬工業 因為你最基本的元素 已經失去了 那你以後的搭極都是 吹不大 別人會很小心檢查你的鵬 假設你真的是一個搭鵬技師 還是很小心檢查 你答應了別人的事 你做了什麼 別人 對方就很小心檢查 怕你會出事 明白嗎 別人都怕你也會被人欺騙 你不懂得保護自己 這才是最大的信譽受損 最大的風險還未出現 的確我有很多朋友 挖空心思 我行家裡什麼人都有 不一定說他們做犯法的事 挖空心思 所有法律的虛偉 監管的虛偉 總之不是犯法被逮捕的 其實要盡量想辦法去做 不一定是壞 但是如果很大的缺憾 躺開了 我想你也要提醒大家 當然我們不收政府的薪金 沒有責任提醒他的 但是銀行自己現在應該 都要走進去做什麼呢 就是說香港以前經常都說要 打擊洗黑錢 這個所謂的 財富的來源要有審查 審計的諸如此類 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視乎你那個風險把關的人 合規的人員 去審查你來香港投資的那些傢伙 錢是什麼來的 其實很多人挖空心思做什麼呢 你只要在這個所謂世界金融系統裏面 你只要在世界金融系統裏面 認可的金融系統 有一個突破點進入了 突破點進入了之後 你是將一些不明來路的錢 塞進去 你就橫行走的 原因就是你變得合法了 你明白嗎 所以最令人害怕的是什麼呢 王子說投五億下來 我不當他是騙人才算 或者另一個人出來了 另一個人出來了 甚至可能王子也不是的 但是他就答到是王子 他拿著五億現金 這是一個很搞笑的情況 如果你拿現金來香港銀行 先問還是不問 如果你已經拿光環有特區政府的 所謂的 就是開了綠燈迎接你 所有這些高調的事情都做了 大家不會 信譽上懷疑你的 那你 一句就說 那些錢 我家裡的 一句說完了 你家族辦公室 我家裡的 我家裡的錢 挖石油爆出來的 難道我逐筒石油和你數一下 總之是淨低的 組中淨落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就很危險的一件事了 你可以有很多 源源不絕 不明來路的錢 合法進入了香港的金融系統 你只要進入了香港的金融系統 全世界金融系統 你都可以聯通到的了 人家就沒有辦法捉你 是什麽錢來的 那你如果真是 這傢伙是假王子 假錢 甚至是不明來利的錢 真是爆破被人捉到 例如說 原來你是販毒 或者是其他 歐當 純粹假設的 在這個情況下 全世界 跟香港的金融系統斬藍 不要留意 信用不是那麽簡單 如果你本身的 金融合規 是不能符合 國際水平要求的 你早晚會面對 一個情況 就是國際金融系統 會和你割蓄 正常來說 應該是怎麽做的呢 譬如說 黃室的遠房親車 十代之前 他是當時 游長的 堂哥那麽才算 現在他說當時 十代之後 還剩下五億出來 扔下來 那他怎麽找證據呢 怎麽Fed他呢 你很難直接的 這些事情 很難說 變了 就是他們會有法 例如 有沒有其他 所謂的槓桿 一些可靠的人證物證 證明到你 三代之前 都已經發達了 我真是令教過 這些事情 被家人問到口啞 當年 不是說黃志 當年上市的時候 幸好那件事 沒有上市 在招股書裏 講了一句 只是講了一句 這間 這間 水泥廠 是中國最早的水泥廠 只是這句 被家人問到口啞了 結果我要親自拉隊 抓住律師 去到這個 某個地方的 歷史博物館 歷史博物館裏面 沉列出來的文物 歷史照片 舊報紙 還有那個 牌匾 那一站 獨立核實 這間水泥廠 是中國最早的那間 只是一句說話 類似的道理就是 如果你說 我祖宗三代都這麼有錢的 那有沒有其他祖宗三代都有錢的 可以證明你是他的朋友 所以不是說 完全沒有 這個世界不會完全沒有子民的 正如你做藝術鑑證 才算 你也不是說主觀的 是不是 這些藝術品 何年何月在哪裡 展覽過 有哪個專家核實過 除了所有專家都是錯的 否則的話 你斷攬 證明不了的 我就可以不相信 你是真品的 所以變成就是 你那個 驗證本身 所謂我們叫 forensic 其實有很多時候 就是做得 Case by case 如果你說是皇室成員 的確有些歷史紀錄可以show到的 如果你說某個家族 一向都有錢 那你真是看回那些歷史文件 如果你山頂那塊地皮 你阿爺都已經 已經有的 我當然是相信你 一早有錢 在這個情況下 你總會有些所謂的間接 證據 間接資是可以check到的 所以為什麼forensic 在行頭裡面 有一個專門的專業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要求他提供證據 但地方不合作 那你一定會cue他 還是你 會著情地 自己做個discretion 譬如說 你要一個自稱皇子的人 那你證明你是 很close的 或者你多久以前也有錢的 那你拿個戶口出來看 要證明你可能十年前 這個數目裡面 他不拿 怎樣呢 其實嚴格來說 你就沒得做他生意了 嚴格 但是如果你通融 那通融是一個水位的 你銀行貴位的 小妹妹和銀行總經理之間 你能夠批准的交易額是多少 都有個分別的 所以就是說你如果除非自己 你完全沒有規矩而已 那就沒話可說 那你幾億在香港來講 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但是最重要的來歷要清楚 即使你自己 捉個臂壞王子 那王子的錢也有來龍去脈 那你不會沒有其他銀行 會進來你的銀行戶口的 那跟你交易的銀行 如果他不透露你的詳情 就起碼 給我安慰涵 說某位皇室成員 這位哥哥 他在我們銀行戶口 平常都有12個位 的數字的交易 你說出這句 我都相信你 也就是 起碼銀行會跟你說 我跟他 這位仁兄 做生意做了 都有20年了 那一隻 你不會直接說了敏感資料出來 但是你是我所謂要認證這一下 就是變成這些東西都可以間接認證到的 所以說如果一個沒有錢的人 跟著有第三方 把錢放到他的戶口 再用這個錢去投資 理論上是一定查到的 你真的要查 就不會查不到的 但是要查又不是那麼容易 為什麼杜拜會是一個風險缺口呢 大家不能夠不留意這個東西 因為杜拜有一點像舊香港 是一個自由城市來的 金融活動也好 是很自由的 就是有些 以我所知 俄羅斯有些人 全箱金錢都拿去賣的 他不介意的 總之是真金他就收 跟香港以前一樣 然後為什麼又跟菲律賓那麼大關係呢 你也上次問過 但是沒有人留意 菲律賓是世界上 少有一個國家 接受網上賭場的牌照 也就是說有很多 你不明來歷的 賭博錢 菲律賓是合法的 但是離開菲律賓是否合法 但是杜拜有很多菲律賓人 去了那邊做生意 住在酒店頂樓 每天都在 正如說 每天都在挖空心思想想 那些東西是怎麼打通的 我的行家被人問過幾次都回答不了 大哥 你怎麼證明有些現金 是可以在杜拜入到銀行出來的 然後還有一樣東西 也是沒什麼監管的 杜拜的 虛擬貨幣是很自由的 所以其實杜拜是一個舊香港 沒有什麼嚴格規管這些東西 但是你進入了金融系統之後 如果你沒有核實 如果能進入香港 那香港就很大件事 剛才你提到另一個 資訊也很有趣 你本身香港 不說地方也是 你要去核實一件事 你低級職員 可能核實幾萬元 幾十萬 最高的就是 幾百億 他都可以 但其實你越高層的權貴 其實是越 跟這個 利益責任有關的 你前線打翻 反而不敢亂來 但是你有很多 他是不是知道 他承認了這筆錢 說這幾百億是沒問題的 那就可以過得了 你老闆都說了可以 難道你的伙計說不行 你很清楚 那視乎你 我經常說 他會有槓桿 所以他永遠去擒賊先擒王 你要找最大粒那個 你明白嗎 找最大粒那個 給你一個光環 頂大已經 已經說了沒有問題了 你做年輕人 難道真的會跟老闆 打對台嗎 因為有問題 老闆揹 不是你揹的 有時候打工 人家出份量 你就不怪別人的 但是你就是 為什麼 要小心 做老闆的 就是說你不可以 隨便借個名 給別人用 就是這個意思 OK 最後一個結論 就是說 如果在以前香港的系統 如果真的有任何巧妙 是一定查得到的 那就是擔心現在 游市及興之後 會不會有多了一些 創新的方式 去做 brand seeking 也好 什麼都好 令到以前那一套 銜照得不太好 外間 就會失去以前那個進心 現在 likely 就有可能有這樣的客觀效果 應該就是比你所說的更複雜 因為不是一條直線 因為先前都問過 最近有一套戲說金手指 陳重青的歷史故事 你講八十年代 應該香港 都不是沒有出過金融風險 也不是沒有出過騙子 但是香港經歷了金融風險 就是我們 我們吸收了教訓的嘛 照計我們交了學費 我們學了東西有進步的嘛 正正就是這種 累積經驗的進步 是世界各國承認 香港是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 我們這樣來 不是我們沒有出事 而我們出了事之後 我們是會改善的 是會 白色光頭更進一步的 更好的 更嚴密的 但是如果現在 所謂新形勢出現了 令到香港忽然之間 好像失憶 不記得自己的謹慎理財的經驗 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一種 開到車 去步 或者去化的表現 如果我們現在的監管的心態 或者那個 不要說搭棚的技術也好 我們那個 做事的精密程度 如果忽然之間 是回落到八十年代的話 我們還可不可以 claim自己是二十一世紀的金融中心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整個操作中 有沒有任何的法律責任 例如 當事人最初是 被介紹為 杜伯現任酋長的侄 侄就定義很清楚 但是接著就變成了 管治家族成員 就broad了很多很多倍 如果我是一個投資者 我以為他真的是親侄的 接著我簽了MOU 然後我才發現 原來他是管治家族成員 可能有幾萬個 接著我公司追究我為何簽這份 我可以說我是被騙的 因為那個資訊是不正確的 在操作過程當中 那有沒有責任的呢 這個責任就很微妙的 為什麼呢 因為照計你簽合同的那個人 本來是 supposed to be professional 合同裡面怎麼寫呢 要小心點 因為有很多時候呢如果純粹 只是一個所謂的意向算 暗斑頂的 那就較為輕鬆 因為你可以撕掉的嘛 你可以退出的 不要緊 但是如果你的基本事都沒有做的 例如說 如果連那個領事館的聲明 你都沒有看過 死了 對不對 那這個認真程度呢 就照計會按你的交易的進度來加強的 去到你真的簽約了 就照計你沒有理由不給律師 不給財務顧問看過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很初步的那些東西 你很難現在爭取回頭說 你欺騙我 我還沒真的給你東西的嘛 但是如果真的已經 給了一個教授銜頭你 那這件事 哈哈哈哈 那有沒有追究呢 我想現在他們最簡單的處理方式就是 鴨仔跳 Dive 等這件事風聲過了 就拔起 沒有人過過尺 你怎麼追究呢 你自己說沒問題 那人什麼事 其實整個個案子都是冰山一角 Juicy的地方大家會有興趣 其實本身結構性 才適當的溫心 我們經常說結構是比別人重要 一個人其實就很小事了 還有大家本身香港現場的精神 你不要太過份溫食 大家互相尊重 但是過了一條線 這次的個案子有錯的地方 就是很多 很建制的朋友 私底下 好看不過眼 就是覺得過了一條線 你就累了大家 以後其他人 真是比較有技巧的溫食 都會連累 我想這個是 所有人都不想的 就是超越了政治立場 做什麼行動 這個是香港的 collective interest 所以為什麼李先生說 一定一定要保持 金融中心地位 你跟他說這件事 他緊張的 多謝西書生的分享 我們都是提醒大家 不是想學這些技巧 放微到佔 都是每一個人 旁身的必備 因為那個免責聲明 首先我們不會說它是假 因為未知 我只是說其他個案 不是說這位阿生 沒有什麼要爭論是假 不會假的 一定有某些真相 我們就自己judge 多謝西書生 拜拜 在台北想找個地方 食港式下午茶 離間大道程的懷舊咖啡廳 充滿六十年代的 台港日裝飾 三種香港進口特調茶葉 加上石蘭茶葉 平衡茶的味道 香氣 茶色 搭配無法取代的 香港黑白淡奶 用私物過往 隔走所有茶渣 保持順滑口感 茶和奶的完美比例 為了成就一杯 道地的港式奶茶 做得到 做不喜歡的 擁護 開箱 那些拉香 開箱 謝謝